今天介绍的这部作品 也是不断开创新历史的作品 它就是有着超强巨兽的电影 戈吉拉与金刚 新帝国 剧情将承接2021年 戈吉拉大战金刚 两大巨兽在经历了激战之后 双方处于横平共处的阶段 戈吉拉控制着地表的世界 而金刚则是控制地心世界 但是神秘怪兽红金刚突如其来的侵袭 让人类受到了死亡威胁 也让两大巨兽不得不联手 抵抗外敌的入侵 多股强劲的力量全面开打 真的是分分钟都是刺激又紧张 本片除了主角布莱恩泰瑞亨利 以及凯莉霍特尔回归之外 并加入了影集变种军团丹史蒂文斯 蝙蝠侠亚利克斯费恩斯 与上汽语时环传奇陈法拉等全新演员 此外还有全新的金刚宝宝 红毛金刚亮相 让人十分好奇故事的发展 戈吉拉和金刚这一次 他们除了联手合作之外 他们也都有正面临着各自的转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出现的戈吉拉 竟然是呈现着粉红色的光芒耶 难道他谈恋爱了吗 再次担任电影导演的亚当温高德 透露大家将可以在片中看到 跟以往不同的戈吉拉 此外一直是没有任何装备 总是赤丑空拳战斗的金刚 对不对 这一次不同了 他借助了人类发明的机械壁 来对抗最强敌人 装甲的过程仍如是变形金刚一样 震撼力之足 本次剧情也将更深入地讨论 这些泰坦巨兽的历史起源 以及咕噜岛 还有其他的秘境的奥妙 同时揭开这些非凡生物 与人类永远连结在一起的 神话战斗 为最维Na人中台 我们所开以全世界上 Wheeling 看议我们所在街上 黑土在河蓝 会 word 神话中 如果行脾erek 2016年 全臾 龙子 V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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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at a mini Kong?